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频道 录的时间是2020年12月8日,首先这里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早晨 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卓氏珍迪好 和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除了来到大台《芒向编辑部》 还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样报》《三台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这个齐抗疫平静制反揽炒的讯息传扬出去 近来,其实在西方的日本的传媒有一件事炒到兴奋合的 在这个科技界 就是说有关于中国的报税软件竟然出了一些问题 是什么事呢?社长 是啊,那要讲一讲 这件事其实警告就是几个月前已经有政府部门讲的 最初就是这个美国的一间网络安全公司叫Trust Wave 它就说某一只软件有问题 这个Trust Wave整了个警告之后 那美国的FB1也都跟着去做的 那除了美国之外 还有德国的情报部门 都是说这两只 其实有两只 两只的软件是有问题的 那两只软件叫什么名呢? 就是一只叫Intelligent Tax 一只叫Golden Tax 那出的公司就是百望云和航天信息 那现在怎样串埋这个故事呢? 就是说这个航天信息就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子公司 那和这个中国解放军的关系密切 那现在他们这样串埋 但是呢 嗯 就要讲一讲了 其实这些软件呢 在外国都会有的 嗯 是类似的就是报税软件 这些只不过是 一些符合中国法规而出的报税软件 就不是中国政府强迫企业安装的 就是现在有些报道就说是 中国政府强迫企业安装 那其实就没有这一样东西的 首先要澄清这一样东西先 而且就是中国政府呢 也都否认了这个指控的 就是因为现在指控就是 中国政府呢 就是在后面操作 就是说这个 专专装这些报税软件的时候呢 就会装一些间谍软件 和一些恶意软件下去 那个电脑里 那中国政府就当然是否认了 其实真的不关中国政府的事 看起来就是 那他这个指控呢 他当然是要加炎加醋 他就说呢 所有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呢 都要装这些软件的 现在有一个指控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就不是的 那实际上你在中国经营公司 你都可以不装这些软件的 是没问题的 那当然了 就是为了要抹黑中国呢 那现在有很多媒体 最主要当然是大忌远为首啦 和其他 就是网上 就是KOL 都是说这个 中国呢 就做了一些很 有问题的事 那因为现在他们说到呢 这个软件呢 就是中国提供的税务软件来的 嗯 就是 也都这个软件是中国政府授权的 那但是 中国政府在这个报税软件授权那里呢 只不过是说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 报到税 帮到手而已 就没有说一定要装的 嗯 就是说可以用的 不是composory 逼你装的 不是composory的 有些人呢 就说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呢 都会被要求安装 这样 这个这个是我看见西媒 他这样说的 是啊 但是其实是没有强迫性安装 是装捕税软件的 嗯 就是说明确 明确 一个事实的情况先就是 你可以装 但是不是政府一定要装 嗯 没有说一定要逼你装 没有这件事情 就是会不会说 逼你用数字人民币这样 其实内地都没有这些东西 就是你强迫人装东西 其实这个说法呢 其实本身就不合理的 在内地是没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据我了解是 不过当然 有些人说 不是哦 我们公司被人迫哦 那你如果是真的被人迫 你拜托你拿回一张红头文件出来 说你这家公司被人迫 那我就相信了 因为现在实际上呢 我的了解就是没有这一件事情 就没有说要强迫外国公司装 那这个 这个 美国和德国的那个调查机构呢 就出了一个报告 又说这个 有后门啊 令到hacker 可以就是 就是那些害客 可以在远端 控制电脑设备 那么指控 相当严重 但是其实大家留意一下所有报道都说 若是属实 其实就不是属实的 那他就说所有 因为其实是single source 因为其实我看 老实说 我看这些文章去 我去查呢 很少说这件事情 都只有一两个媒体说 主要是来自一个日本的媒体 但是其他貌似都不是很多 其实其他的媒体都引述回这个媒体 但是已经埋下了 是一起有系统这样报的了 就是其实大家都是觉得 炒隔了 是时候做这些新闻 去削弱这个中国政府的公信力 其实中国一早已经是否认了这些指控的了 其实 就是美国有些公司都觉得很奇怪 因为 根本这些软件就不是一定要用的 为什么你说到这么夸张呢 就是所有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 甚至是全球金融机构 上面临资金安全的威胁 就是要炒作到这个地步 炒作到这个地步 是炒作到这个地步 其实它有个golden tax 发票软件 它里面就有个间谍软件 叫golden helper 有些人就说另外一只恶耳软件叫golden spy 其实应该是同一只东西 那它就说 就是你那个税务软件装完之后 那个后门程式都会继续留住在那里的 那希望 美国在中国的企业就注意一下 对这个两家公司白望云和旁天信息提供的税务软件 就必须保持警惕 都不会人人用这些东西的其实 就是很坦白说 但是现在 就是要炒作 就是製造到好像 老实说 其实 somehow来说 你跟回美国机 就是这个华为的延伸版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不止华为 其他东西都是这样的 是啊 不过当然 其实德国的联邦宪法保护办公室 都有这个警告 就两个都和FBI说的东西一模一样 现在 那他还说 就是德美呢 就会建立反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的同盟 说到这么大 就是最大件事是德国都连了位 嘛 给人的感觉就是 咦 FBI我就不信你了 德国没理由不信 这样的情况 马克尔都走了 上两个星期 习先生先和马克尔通过电话 是 但是他都差不多 就是不再重症 那其实马克尔都走的时候 那些人就开始松螺丝了 那么不奇怪 那现在当然了 就是有 有 信息就说中国银行呢 就要求安装 就是要求客户安装这个软件的 但是呢 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也都不合理 就是中国银行呢 其实就没有要求客户安装 只不过是告诉那些客户 这个东西可以帮到手而已 就不是说一定要安装 不过现在就是 有个很奇怪的情况就是 现在西方好像就要吹到这一样东西呢 是中国官方要求 逼他们的 逼所有外国企业安装一样 就是这些是性屈的 真的 真的屈蛇 那他现在就 就当然有些报告 他吹得更厉害的 就说那个研究团队呢 就观察到一样东西 这个恶意软件呢 就可以自己下载这个卸载程式的 就是可以安装的 那走完之后呢 就会清除了所有的相关痕迹 包括那些 就是计划表和相关日志 那那个卸载程式呢 都会自己删除了自己的 那在那个Trust Wave 团队发布了一个报告之后呢 短时间之内的那个恶意软体呢 就进行了更新 那就规备他的那个检测 那他闯处的自动删除操作和秘密性呢 都极为可疑的 那他就说呢 这个是 这些恶意程式呢 就是在合法税务软体之中附带 就是这样的风险呢 几乎无法避免 那么现在就 现在他们当然是要 就是西方都很聰明的 他们要有位走嘛 那么他说了一句呢 就是现在无法釐清幕后主脑是谁 嗯 但是有没有片呢 这件事情才是问题 现在全部都文字写 他如果有了 应该有道片 就是正常来讲 现在YouTube有道片 这样就会比较 就是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他有份报告 他有份报告 那么也都 就是如果说 就是偷信息这样 你要拍一条片 都很难拍 你说去偷嘛 那么其实通常是 在那些蛛丝马迹 就是看到那些日志啊 和里面那些 注册表 或者registry里面 有一些记录的 如果不是你不会知道的 嗯 那么很奇怪 这一件事我就觉得 就是 现在是催到 就是要 催到这个 中国提供的东西 都是不安全的一样 就是想将中国说到 是间谍败国 好像以前苏联一样 嗯 是啊 那么它实际很夸张的 日经 日经是哪里出的呢 就是这份东西 就是日经在 Nike Asia Review Asia Review 那份东西出的 那么它实际是写着 Global Finance Force Victim to China Spyware Campaign 就是一开始的题目 已经是写到 就是中国有 就是在那里操作这些 这样的间谍软件 的程式 的了 其实就是 是冤枉就冤枉了 因为我看完就知道 觉得它是冤枉就冤枉了 那现在 有个报道就是说 日本公司 其实一早都知道这些问题 接着就不整 所以日经就再报一次 这样 很多人都吹得很厉害 是 之前也有台湾那些媒体都说 这个是IBM说的 之前IBM都说 台湾会受到 国家级的攻击 因为是 攻击它的卫生系统 其实很多人 就是台湾那些 島内的人 就是说 肯定来自内地的 那么 现在都是 其实中国是不断被人 抹黑 这是IBM的网络安全分析师 近日说的 他就说 发现针对全球 19病毒疫苗供应链的 治安攻击计划 就很严重了 他就说 攻击对象 包括台湾 IBM这位所谓网络专家 他就发现了 黑客武冲一名 相关中国企业 海耳生物医疗的高层 对意大利 德国 南韩 捷黑 台湾等地 企业进行恶意攻击 目标就是 涉取有关疫苗分布 和物流的相关资料 当然 那些路人就说 又是中国人? 你都不知道他是哪里人 说句老实话 都是你说的 真正 这些 就算是那些背窩俠 中国人就是 中国人就是 中国是背窩俠 还有 要注意这家最初写报告 说 这些中国软件有问题的公司 是什么? 是那间Trustwave 那个 没有公司是什么? 没有公司就是新加坡电信 声调 当然 那些黄人吹得很厉害 他就说 包括世卫 数以百万的 电邮和密码都已经被蝕取 怀疑 是中国做的 就算那些黑客来自中国 不代表是中国的官方做的 他们现在想着 这些黑客全部都是官方去搞的 你只是查到 那些人 可能是中国人 或者攻击你的地点用的电脑是中国 那有什么证据是中国官方做的? 其实都是老屈的 很多东西都是 我觉得 那些人普世价值 不是经常说 有证据 有证有据才行 但是你现在都是 说了 凭那个地点 你就说是 中国政府背书 其实我觉得有些不公道 如果按着他们所说的 普世价值来说 他说中国政府指示他 就是有人说 其实他们的说法就是 航天信息那个母企就是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这个前身就是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也是中国飞弹武器系统最大的製造商 那如果根据他们的逻辑 那Trust Wave 那我们可以再追索一下 Trust Wave 就是上级机构 没有公司 就是新加坡电信 新加坡电信再上 那是什么呢? 就是淡马石 那就是这个 可不可以说是新加坡 恶意抹黑中国 可不可以这样说 或者说何晶抹黑中国 那可不可以说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叫板 可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如果 就是你这样推论的话 其实就有些荒谬 我觉得 我相信淡马石 对Trust Wave 公司日常的运作 是不会理会的 如果再推演一下 就是 李显龙抹黑中国 因为李显龙是何晶女士的 是老公来的 那就是 李光耀家族 就是抹黑中国 就是中国叫板 是不是? 可以这样 如果按着何晋论 按着何晋论 可以无限上推 那如果无限上推 那我要再说一个 梁振英先生和新加坡的关系很密切 那我可不可以说梁振英先生 是特意去做这件事? 那不可以的 就是你不可以推上推 你明白吗? 这个逻辑是 就是 为什么有时候这些软件会出问题 就是 就是 很坦白说 内地有件事是不好的 就是这个就是 他们写软件 就很喜欢抄别人的code 抄一部分 或者用一些旧code 不知道哪里来的 但是用开 那就抄下去 所以写来写去 都是会有一些旧的模组在里面 那究竟你说这个 什么间谍软件那些 我就绝对不相信 是中国政府 叫这个 航天去做的 但是我认为 为什么航天 它会想办法 收取一些用户数据呢? 或者出这个 软件的公司 会收一些用户数据 其实就是 令到那个软件 可以运行得更暢顺 因为 你如果安装很多 西方软件 它都会 问你 可不可以提供你的用户数据给它 那你通常都按了yes 的了 是 等于Facebook被人告之前 所做的一样 Facebook是偷偷地收取用户数据 后来被人揭发 是一样的 它才加一些条款 通常 譬如你下软件 下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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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问你 我会收取你一些数据 数据 数据 都是会有 你要按yes 不然你不能用 甚至你用Google 在Google store 那些游戏 都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 如果按着邏輯 会说不通 因为何晶 其实经常跟这些 陆人 是什么 是对 叫做 暗暗的讽刺那些 逻人 那他说不过去 为什么他帮中国 奉刺那些心禄的人 所以其实 你讲一讲 邏輯是招不起的 那不是 新加坡是两边铁的 新加坡也是两边铁的 他们有自己的国家利益的 其实新加坡的情况 是很奇怪的 当然 你说新加坡是不是一间 即新加坡是否一个国家 其实不是很像一个国家的 他其实比较像一间大型的公司 是 即全国 全部新加坡人 都是这间公司的员工一样 类似是这样的 不过 这个比喻 很多人会不喜欢的 不要紧要了 因为新加坡 其实有很多东西 都很秘密的 新加坡有一间公司 叫做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即是GIC 英文是 你是不知道他的钱 投去哪里 但是他可以的 好像帮新加坡人的资产 都是增加了不少的 但是他其实是两边都有投资 即是内地和台湾他们都有投资的 所以你说 表面上何晶笑那些六人 什麽什麽什麽 那些 其实都是为了新加坡的利益而说的 嗯 他都有笑过那些黄人的 都是 都是为了新加坡本身国家的利益而说的 就不会 没有一个新加坡人 会为了中国利益 说话的 这个是 要讲清楚了 新加坡和中国是两个国家 好了 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下次回来我们再讲其他议题 拜拜 拜拜 拜拜